請問我一個姐妹她的孩子 她的孩子就頭瑞士症 頭瑞士 所以她不自主地一直什麼 打抖或紮眼這樣子 對 可是她其實智商滿高的 可是我這個好朋友 就是捨不得承認她的孩子是 她也在乎外界或不願意接受 她就堅持她在一般的教室班級 所以她就很辛苦的每一次 因為她兩年兩年 要換一個結任老師 所以她一二年結任的老師 她就我那個同學 她自己又是書念得很好 她找全世界各地的 頭瑞士症的各種的CD VCD 名人講解故事書 準備一整套給這個導師 她有點像教育這個導師一樣 說我的孩子是什麼狀況 你應該怎麼做 當然你碰到我比較愛心 或有耐心或有時間的導師 就願意接受 對 所以一二年級安然度過 到三四年級的時候 那個導師就認為 我要顧全班的孩子 不能只顧你一個孩子 可是我這個同學 算是身心俱疲 他就是堅持他的孩子 要走正常的班級成長 可是妳們是鼓勵 如果這樣狀況 家長一定要配合 我們就我們的專業 我們會建議家長的孩子 適合讀特教班 那就是去讀特教班 但是如果 因為現在法律規定 還是要尊重家長的決定 所以如果家長決定 我願意我的孩子 他就是要留在普通班 那就只能造成這個孩子 每天上課都很痛 詩詩老師 像我的孩子 妳也是資源班 對 也是資源班 就是我有碰過孩子 就是他要跳樓 他要跳樓 對 幾歲的孩子 就是國小 國小就是可能中年級的孩子 對 因為他是自閉症 但是他可能會有合併一些 就是還有嚴重的情緒行為問題 所以他就是可能會有合併一些 可能精神分裂 或者是有一些躁鬱症的一些狀況 他就有一次在普通班的時候 老師在上課 老師可能 因為他們會就是 比較不喜歡遵守規定 他有時候就是會覺得說 我只是丟個垃圾 所以我就起來去丟個垃圾那樣子 但是對於普通班老師 他會覺得說 我現在在上課 妳不能這樣子隨便離開座位 老師就是制止他 就跟他說 妳不要離開座位這樣 但是他就整個抓狂了 他就爆發了 他就衝出去了 然後那普通班老師就趕快來找特教班老師 就說趕快怎麼辦 他不見了 那所幸就是特教班老師 都會跟學生的關係有建立好 所以他馬上就知道說 這孩子會衝去哪裡 結果他就是在樓頂 就是在頂樓去找到他 然後 對 所以就還好就是關係有建立好 還好老師 對 就是跟他苦勸相勸 然後跟他聊 然後就是卸下他的心房 然後就是再把他帶回來這樣子 否則這個就是就發生一次就好了 那這個是責任就是 到底要怎麼歸屬 老師也會 就壓力會很大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你不知道他哪一件事情 他會爆發 然後他就生氣 他就抓狂 他就跳下去這樣子 像妳們資源班 大概有多少個學生 台北市的話 編織是一個老師 會配到16個學生 1對16 但是學生不會同一個時間都來上課 所以他可能每次來 少的時候一個 兩個 三個 多的時候可能到五 六個 七 八個 妳們這樣處理得了嗎 可以 妳目前的處理 就是我們的專業 是可以 那平常是要 沒有 就是看家派人手 他們平常是在自己的班上上科目 對 然後需要做一些特殊輔導的時候 才會到老師來這邊來 通常是早自修或午修 這種外加課程 對 那變成一般休息時間 你們反而不能休息 是的 好辛苦 那人家在上課 你們可以妥一下嗎 不是 我叫他們找時間 五 棉 卡 什麼 他們家姐妹 尤其他們的那種校材教訓 更特別的 過來了 妳有什麼問題 對 因為像我 其實從小就是鑰匙兒童 所以我在國中時期 就非常喜歡就是搞小團體 然後去排擠霸凌別人 就刷一個存在的 太妹 很悶的 沒有到太妹 就是會在學校比較想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現在其實現在看社會問題很多 然後像是學校的霸凌事件 也是層出不窮 那我想問說特殊孩子是不是更難逃 被 說他們被霸凌 對 的確 真的 貝嗎 詩詩老師 有 因為我有一個就是孩子 是肢體障礙的孩子 那他其實認知都正常 就是他的智商是正常 但是他的右手就是像這樣子 他是這四隻手指頭 就是只有一節的關節而已 只有一節而已 就是指頭 然後大拇指正常 那他也都是右撇子 所以他就是其實右手工人是正常 就是可以寫字 可以吃飯 也可以剪指 拿東西都OK 但是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 不一樣的地方 那同學們就是也不知道 哪裡來默契 就是會一起排擠他 然後不跟他分組 分組不跟他一起 或者是我們玩的時候 他來我們就趕快散 這樣 就是他就看到 遠遠看到他可能就是散 小孩熱柔 對 就是這樣 他們其實沒有真正惡意 所以要傷害他 可是群居的就會這樣 對 就會 然後甚至就是 發到他的聯絡簿的時候 會用飛的給他 可是別人就是放他桌上 但他就是用飛的 然後再不然就是拿到他的東西 他們就會覺得 不想碰到他的東西 所以他們會這樣子 鎖進去 隔著衣服 然後這樣拿給他 好像看髒東西一樣 對 就是其實是很羞辱的 那重點是 我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 是因為我的孩子來我的教室 自己跟我講 那講的時候 你就會 他的態度就是 你自己的孩子 對 我的孩子 就是我的學生 對 我都不習慣講 不是啦 我想說 我們都把他當自己的孩子 這很棒 對 對 那他就是 他講的態度是很處之泰然 然後很一笑置之的那一種 老師聽了就是會哽酸 就會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他會故作堅強 對 好像我不在乎 對 可是你知道 這樣就會覺得 他就是怎麼會這樣 就是他還可以接受 你說你哭 對 就是你哭 那也就算是正常反應 可是他居然沒有 他還是笑的跟我說 他現在畢業了嗎 還沒 他還在我這邊 他的家長知道嗎 我這位孩子會這樣知道 所以 就是我們開會的時候 就是要擦眼淚這樣 對 我們很常開會都是要哭的 對 然後有時候其實情緒來了 老師們自己也都會跟著 鼻酸哽咽那樣 因為真的是很感同身受 所以爸媽是完全 你們要讓他知道 也不會隱瞞 會適時的讓他知道 孩子的有一些狀況 一定要知道不能隱瞞 但是我們會處理 比方說拿外套這樣 給他聯絡簿 發 這種太細節了 會比較難啟齒 對 講不出口 對 講不出口 那通常特教的孩子的家長 是阻力還是助力呢 要看 如果有接受他的狀況 願意讓他早一點接受早療 然後跟特教配合的話 其實孩子的進展是看得到的 但如果像我剛剛那個案子 他是拒絕接受 拒絕接受的話 到最後孩子其實功能是退化 這就很可惜 真的 對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自己的小孩 是高功能的亞斯伯格症 他5歲的時候智力就1 2 5 然後他現在是小二的年紀 但是他已經可以讀到國中的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家長 教肌生就是這樣 可是他年紀很小 家長態度會覺得說 我兒子這麼聰明 我當然去給他讀越高年級就越好 於是他現在應該是小二 但他已經讀到六年級 就跟六年級同班 相對之下 你說六年級這些大小孩 突然來一個小二 他就會被排擠 你知道嗎 他們在操場玩的時候 會故意拿球去丟那個小孩 當然小孩因為他是亞斯伯格 他不懂得設計 他不懂得他被欺負了 然後或者是大家一起在追跑的時候 大小孩都往前追 都叫他來追他 可是老師開眼 你會覺得這小孩就是被欺負 亞斯伯格本身 他就不會社交的情況之下 你又再給他這樣的環境 他就越來越封閉 所以導致到他最後 以下課的時候不跟同學完 他就每天在這邊有了請書 就封閉自己 對 然後老師發現之後 真的也是老師很細心 所以就一直勸那個家長說 你這樣小孩子就已經 這樣有這樣的症狀 你怎麼會讓他來讀高年級 會讓他更不能融入 這樣的社會裡面 他應該要回去讀他原本該有的年紀 先跟這些小小的朋友玩 玩得開開心心之後 那功課的部分 他覺得可以放到後面 因為畢竟他的專業 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數學這一塊 你之後再培養 其實真的不急 然後家長也是聽老師這樣的建議 所以又轉回去就發現 他小孩真的會變得比較融入 在這個社交裡面去 就是還是要聽老師專業的建議 對 對 因為其實我表妹也是特價老師 她做十幾年了 然後我昨天就問她 她說其實很多霸凌 反而是冷漠跟無視 對 她說她們有一個小女生 人是輕度智能障礙的小朋友 她就是交不到朋友 所以變成說 她常常會想要跟人家玩 別人不理她 她就會喜歡去拉人家頭髮 用這種方式來吸引人家跟她玩 可是她越這樣子 就是同學之間越排擠她 對 所以到有一次 他們去戶外教學的時候 媽媽跟著去 媽媽發現她的女兒跟任何人 只要一靠近講話 她的同學都裝作沒有聽到 沒有看到 沒有聽到 所以剛剛就私事在講 其實家長在這一塊 真的很難過 因為任何一個母親 你看到自己的孩子 靠近任何朋友的時候 朋友就是好像當空氣 對 所以老師也是很極力的 想要拉攏同學 跟她之間的一個互動 可是有時候真的很難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要求 旁邊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這樣子對待她 對 其實這是所謂的 就是關係霸凌了 關係 對 就是冷漠忽視這樣 對 然後就派擠這樣 老師應該有一招 記得我之前有講過 大臣曾經幫助班上 被霸凌的孩子 他國中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算是被霸凌 成績比較就蠻差的 然後可能家境上也有困境 就是是一個被霸凌對象 結果因為大臣 有一次就留下來教他英文 看他功課不好 大臣就主動教他 大臣有那麼一陣子 還被其他同學霸凌說 你為什麼要 因為我們大家都欺負他 你應該跟我們一起欺負他 不是同一陣線 對 因為大家同一陣線 但是因為大臣是自己 屬於功課好又打籃球那種 自己可以搞定自己 他自己搞一個圈子 後來就慢慢也有人說 好像跟著大臣這樣做 也很難 有影響力了 可以影響別人 我們老師 特教老師 會進去普通班 然後帶著全班 包括這個特殊生 然後就一起做一堂課 可能是一個小團康 一個活動 然後就是增加他們互動的機會 對 增加他們互動的機會 其實老師是最主要的影響者 他自己本身的態度 處理的方式也有 他接納這個孩子 其他孩子看到了 這個老師接納這個孩子 他就會 其他孩子也會跟著 學習老師的方法 所以老師的專業多重要 對 小黑 妳有碰過類似這種狀況 就是剛剛聽大家說這麼多 其實霸凌的狀況真的很多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是一些比較正向的例子 像我現在在服務的學校 我們有說 剛剛斯斯老師說的就是 上所謂融合的課程 融合課就是讓普通班的學生 跟我們班特教班的孩子 一起上課 然後在那過程當中 可以讓他們去 普通班的學生去學會 如何照顧特教班的孩子 然後特教班的孩子要學習 如何跟這些普通生相處 其實這個觀念最重要是說 以後出社會的時候 大家都是在這社會上 我們沒有分別 其實大家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我覺得在那過程當中 其實我自己很感動 就是到後來 很多普通班的孩子 會在下課的時候 早自習的時候 來陪我們班小朋友吃早餐 然後來陪他們玩 甚至是有時候我們還沒下課 就是可能小朋友還在 我們待他們正在整理一些 洗碗 整理一些班上的紙張的時候 他們還會一起來說 大概是幾歲的小朋友 第一年級 中年級都有 因為我到那邊 那時候我們合作的班級 都是中低年級 沒有合作到高年級 對 所以就是在那過程當中 而且會發現說事實上 剛剛說到老師的角色 其實很重要 可以去影響那整個孩子的氛圍 跟那個情境的狀況 其實就像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會去點出我們班孩子 特殊生的優勢 比如說這個孩子他 我們看起來可能是負面的 比如說他可能很過動 他可能坐不住 一節課前五分鐘 他就會站起來跑一跑去了 這時候其實如果一般孩子看到他 他會覺得說他是不是跟我們不一樣 他是不是有一些困難 但事實上我會用個說法是跟他說 我跟普通班小朋友說 這個孩子 我們一般人身上有兩顆電池 這個孩子他身上有八顆電池 所以他電力比你強 所以他就是會常常這樣跑起來 他需要這樣動 如果今天你要陪他一起玩遊戲 你今天要帶他的話 我希望你把你的電力調強一點 然後這時候其實這個說法很正向 然後小朋友就會看到他的好能力 跟你剛剛那個臥推的一樣 他精力都小好漂亮 或是說像小朋友有一些優勢的能力 像我們班有一個孩子 他很會模仿老師的動作 任何細節他都可以模仿 這時候你就讓他站出來 然後老師做一個動作 他做一個動作 其實台下的小朋友就會看到說 他其實做得比我好 他也可以提升自信心 對 我們還提升自信心 普通班孩子也會說 其實我們沒有差別 恐龍家長隨時出沒 老師真的很無奈 然後這時候就忽然聽到 一個尖銳的聲音 就這樣想說 老師你幹嘛躲在片腦後面吃早餐 我想說這個時間我不吃早餐 不然我要什麼時間吃 然後他就直接都 他怎麼會出現 對啊 就是所以說我們就